嗨大家好我是瑞爺深淵改版 我是第一次打這個深淵 我們今天就來挑戰看看能不能達到 煞車標準1000萬分 好那我們就來打打看能不能成功 第一次是這個羊劍啊 雖然羊劍啊我好興奮啊 好久沒有玩這個了 而且一打就是羊劍 以前那些垃圾鞋影都不用再打了 還有什麼獅神啊 火獅神那些小怪物 都不用再遇到了呢 直接就是41關的羊劍 看看今天能不能達到50關 看看50關後面的王是什麼 不知道會不會遇到沙克也不想遇到沙克 好那我們這邊就準備開始了好興奮啊 羊劍了哇這個一進場就發現這個 畫面的頓頓的那也沒辦法 這個我的iPad已經 這個卡頓實在受不了 我的iPad已經準備就緒了 我就再買個轉接頭2500塊台幣等他到貨 我就能用iPad玩忍者就不會再卡了 好再等我一陣子 所以我今天沒拍就在等那個 這樣他出貨好慢 好那這邊進來就是開一個大絕 再加一個冰錐樹再加一個水刀 但其實我開了什麼我已經不記得了 我只記得我亂來的一通 因為我根本沒辦法操作 原本今天是要挑戰這個認真打 可以打到50層嗎 之類的挑戰 但我沒辦法太卡了 我們今天的挑戰只能換成 我開完兩個大絕能不能打到800萬就好 1000萬就好不是800萬 因為現在家族原本是800萬的傷害 現在是1000萬 然後第二隻是工程 程序員C++程序員 太興奮啦 是第二隻王的 第一隻王我就莫名其妙的暴斃了 因為我看王的血不多了 我就沒有復活了 但我應該復活一下的 好這第二隻之後就開始復活 那這邊應該也進來發現他有忍數下降 我沒有注意到沒有換到 現在都不用很急的搶時間了 因為這王的血量變多了 大家沒有辦法直接開大絕秒殺了 所以其實可以調整一下下 好那這邊進來程序員在那邊丟010 還能稍微上下翻躲一下 還沒有到拿摩卡 我丟個冰追溯 喔他出盾了好卡 哇這邊要寫好卡 完全沒得跳 我按跳鍵是沒反應的 我只能下翻 那我這邊選出了一個神樂靈 神樂靈叫出來 開了一個大絕招 有點小卡還行 下翻還躲得掉 上翻我們還可以撐得住 水刀水一下 上下翻 哇我下翻上翻上不來你們知道嗎 我想要用神之上下翻都沒有辦法 超級卡的好的這個 雷玉光劍我也刷不出來 我按了就不能動 我們只能在原地射雷玉光劍 早知道帶雷玲劍 好這邊我順利切了一個 這個雪武林 OK直接炸成鬼虛 欸我記得我雪武林上的寒冰啊 怎麼不見了 好他可能沒裝到 那這邊就炸了一個鬼虛 鬼虛就是這個賽季特有的 這個賽季可以帶一個寶物就有專保效果 跟那個鬼虛 這個我不是運玩家我知道 好那這邊這個程序員是一代大的板子跟 我們之前打程序員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C++版子比較酷 好那這邊沒打完 所以我們再打一次 42層的C++程序員 我們整車都翻掉了 好興奮啊 是程序員C++呢 OK這程序員C++一開始 進場都一定會有一個垃圾光波 不知道在射什麼 射空氣是吧 好那這邊有一個人丟冰追數 我一進場吃到群體冰追數 我就直接卡一下 然後這個程序員叫個盾牌 我又卡一下 他想要呼掛很卡很卡的雷電 這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卡欸 甚至因為人太多 然後外加這個東西太花 然後大家一直放卡牌 卡成狗直接暴斃 什麼都躲不了 我秋山看得到我也躲不到 好那我們就來開一個大絕招 再開個水刀 下個禮拜我可以用iPad順利玩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順利拍 認真打可以打到 打到五十幾層 看一下五十幾層的王 不過有個前提是 可能這禮拜是不能被財夢踢掉的 因為你知道我們只開雙大絕 可能達不到1000萬的傷害 OK這邊又卡了一下 OK王死翹翹了 王死翹翹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場的傷害是多少 傷害場傷害沒記錯應該是三十幾萬 然後第一場是四十幾萬 然後這個是打剩下的 我們看一下可以傷害到達多少 欸怎麼那麼久 又卡住了 畫面又卡住了 好那我們這邊看到我傷害是三十二萬 好的恭喜我打了三十二萬 我們現在總計有一百多萬了 好棒 43層又是陽劍欸 陽劍兄弟你好啊 好興奮啊是陽劍的 是以前的陽劍好朋友 那我們就開始了 我還是用老昌牙騎手啊 不過下一次認真打的話 我應該看一下 就是那一天的深淵效果是什麼 然後再選擇用別的角色試試看 可以用飛斬試試看 飛斬好歹也試命了 OK那我們這邊開始 然後這邊陽劍出來 我就決定想說開個大絕 應該 可是其實陽劍一開始開大絕是不太好 因為他會往後面躲 但是我想說我的模擬器卡成狗 就算我後面才開我應該也打不到 所以就直接開了 我連輪要收回來都有點痛苦 這個火球一吐我的輪就卡 哇 這個我如果不開 我甚至不知道能不能躲過第一個板子 所以我還是開了 不然一開始開這個大絕 基本上其實打不太到 OK直接吃到一個球 直接噴到沒血 然後丟一個蒼越戰爛 你看到這個蒼越戰爛 美麗的弧線畫了一道天氣出去 卡成一個不成人形 超級卡 OK這個隊友的冰墜術非常讚 然後我再切一個飛斬 弄一個風刃 保命了一下下 然後這個火焰 我們來看看能不能順利躲掉 欸躲了一點點 我竟然上下班成功 太神了 這個陽劍搖了兩下 像郭叔叔一樣搖完之後呢 射出了這個光束 我這個努力的跳了一下 但跳不起來 你們看到了 我知道怎麼躲的 真的沒辦法他就lag 我跳不起來 他跳的時間有點慢 然後這邊叫出了一個神樂禮 剛好飛好旁邊我們開了一個大局 冰晶全吃 少一條 水刀全中 雷射光狂射我 沒辦法動 直接變成鬼驅仔 鬼驅仔想刷這個雷射光劍 但好像什麼都沒抓到 就算有刷到我也看不出來 因為實在太卡 卡到我都不知道哪個傷害 是哪個傷害 這邊王子3 8.6%的血就結束了 那我們這邊就順利的打了一個 七十萬八千八百零二 所以這加一加 這場已經有兩百萬傷害了 好了這第四場 就是我們的C++工程師 他又來了 好興奮啊 這C++工程師啊 太神啦 C++工程師 那我們這邊就準備打這個 第四場的C++工程師 其實是第五場 應該說第四關的C++工程師 好這邊有忍者 高級枯竭 所以我這個 剛剛有經過一場教訓之後 我這場就是有帶小超了 我就出門就給他帶個小超 是以免很尷尬 好的 然後這幾個牛的卡牌 傷害很高 但我不會放 所以我就亂按 那這邊一開始又是射一個空氣 程序員就再度射出了一個 巨量的空氣 這邊隊友放一個群體佛精靈 佛精靈 然後再丟一個 我們再丟一個 隊友再丟一個水島 水島加佛精靈 再加這個 深煙讓我卡到一個 看不到什麼畫面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人物怎麼爆血的 我還丟了一個水精靈 不要卡 卡到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掉 還好隊友丟了一個雷盾 讓我完蛋 哇三個精靈同時出竅 只差一個雷精靈 我應該丟一個雷精靈 這樣可以叫四屬同屏 四屬同屏 聽說會出發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這就是你的畫面卡死 好的 再丟一個參與戰爭 完美阿 這畫面真是完美阿 我能活著的都是奇蹟阿 剛好他沒有出那個010101阿 他只要出一個0101我就暴斃了 這邊我們的隊友順帥氣的丟了一個暈眩 剛好給我夥事的狂考猛考 我們的傷害BOO到第一名阿 現在是80萬的傷害阿 我們中了一個 不能跳 不是有時候我是故意要送的 因為這場 這場這個打的有點快 我們要趕快獻技掉了 我是還想跳跳不起來阿 想送還送不了 好我們丟了一條水龍 一出來馬上一個水刀 然後一個大絕招 然後射出了一條大龍爆擊 沒辦法刷雷獄光劍的原地開射 對面射出了好多激光 看得到躲不到 就算看得到 就是你知道的 剛剛卡到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好像又沒掉血 好奇怪 那這邊切一個0 切了也沒有用 這個雪武林好像忘記帶 真的忘記帶寒冰了 連續兩場都沒看到 但應該是沒帶到 這邊丟了一個 隊友丟了一個雪斗 直接在空中蒸發了 0.3% 順利打完這隻西沙大工程師 我們打了115萬 所以這場加起來應該有335萬 235點西沙大工程師 被我們解決掉了 好要打第45成了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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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柔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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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但這個模擬器給我一個高難度限制 我們現在在玩地獄模式 這個地獄模式真的難躲 你要提前預判血影的技能 提前大概0.7秒按那個按鍵吧 不然你根本跳不動 你也翻不了 OK 那他這邊從背刺我一下 直接我直接霸還冰 不是我跳不起來 但是我按了他沒反應 好那我們直接開大絕 因為不按 我覺得這輩子都放不到我們的大絕招 卡到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我只好按一個通靈號角 我怕我出事 這樣大絕沒辦法很浪費 然後丟了一個雷精靈 這些有一些牛頭的技能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丟 這三個牛頭我還不熟 那如果有人會的話 可以教我一下這三個牛頭 大概分別要怎麼丟會比較強 那總之我就是想說 讓按一下就好了 好那這邊雷一球飛出去了 我現在有個鋒刃 我按了一個牛頭 牛頭砸出去只有一百萬耶 紅色那個很猛喔 一丟出去就一百萬的傷害 然後隊友打了一個兩百萬的傷害 好復合這個神樂靈出來之後呢 鞋影又到後面去了 鞋影經過了 我撞了冰金術 然後再給他水 他要水對不對 大發的喔 然後再加這個神岩杖 哇炸啦 別冰了嗎 我什麼都看不到 OK然後這邊被絞蟹 到時候就喉嚨還沒好 然後一個隊友丟了一個 丟了一個 暈眩在後面非常完美 剛好可以讓我不會死 OK這邊剛好 他暈眩完之後呢 我就可以 開我的副武器 腳線就沒了 然後再切一個這個血武林 然後開個iPhone 躲一下 馬上爆開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直接人就炸了 OK這邊好歹我也打了快兩百萬了吧 應該有個兩百萬吧 直接歸西了 我的時間到了 命術已結 我們來看一下打了多少 這一場 這一場打了一百九十五萬啊 就是那個牛 那個牛一撞就是一百萬 好香好猛的牛 好我記住了 紅色的牛是直接丟會有一個捲頭飛到人家臉的身上 然後就直接爆一百萬的傷害 看來大家就是蠻多人都在這邊丟的 我們這邊有兩 有三個人丟了這個牛的傷害 所以說 這個紅色的牛應該是要丟血影這種比較複雜的 比較一直亂動的 往快把他解決掉 應該是這樣沒錯 好 認真的說了一會兒 我們等一下 再繼續 我先喝口水 好 那我們繼續看46層打到一半的血影 然後我們來裝一下這個怒吼 裝過了 我們再裝一下這個衝撞 裝過了 我再刷走憨 那我們來裝一個火勢神 再裝一個冥王罩 再給他裝一個 這個群體典靈 再裝一個這個風 風精靈 雷盾好了 好的 OK那我們裝完就給他準備出發了 這個去打這個 這隻已經是憤怒了耶 還那麼難打 憤怒不知道丟那個紅紅的服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效果 OK那我們就要來打這個 暴走的血影 好興奮啊 是暴走的血影啊 好久沒看到暴走的血影了 好啦沒事 對不起 那我們就來繼續看這個高級重傷跟高級憤怒 的血影 我們可不可以直接把一半的血給他幹光光 好開火開火開火 那我們到這邊的時候 看看應該是400萬吧 因為剛才圖爆增了一個195 這邊又被砍一下又被戳一下 絕對不是我忘記 是因為跳慢 跳慢的原因你們都知道 我就不多說了OK 那我們就丟出這個死亡的鐮刀 我們把死亡鐮刀往前丟 是死亡的是死我不是死他 因為我會卡到沒辦法動 還好隊友都會幫我們放iPhone 讓我們沒有問題 可以活著 這邊就無情丟了一個 因緣罩 剛才帶上去的因緣罩 因為太兒型了 這個我不是用因緣罩 我大概活不了多久 我可以用一個因緣罩 欸這邊按了因緣罩沒反應 然後有人就配出去了 好棒好棒 好玩遊戲一直玩 那我們就用一個 神熱靈出來 然後開個大局 炸一些啊 水雷洞 他直接飛到後面 完蛋水稻打空 那也沒辦法 這個運氣不太好 對我又丟了一個 iPhone 好香 好吃iPhone一直吃 雷魚弓箭刷一下 再雷魚弓箭刷一下 唉唷這個雷魚弓箭我好像有刷到喔 我看不出來 刷得還不錯喔 然後這邊血很像 上一秒按的按鍵 他下一秒才處理 就 著實尷尬沒辦法 好啦那我們這邊炸了一個鬼區 炸了鬼區然後 隊友讓我們騎了老鷹 有人開了這個 群體通靈號角啊 群體通靈號角在通靈的時候呢 你就像通靈的人一樣 你的 那個 不會掉的 很神奇吧 好我也是今天才發現的 原來你在鬼區狀態 開了通靈號角是不會掉鬼區的呢 鬼區時間會持續喔 就跟通了靈的靈一樣 好 那我們這邊就給他繼續看下去 我們撞到了 這邊韓星好了按一下 韓星似乎是打空了 沒關係打空就算了 這邊隊友還放了一個冰追溯 好嗎 但是我 OK 那我們這邊看一下這場打了多少傷害 好 剩一個小小熊一個天空飄 哇直接跳掉 好的沒關係 那我們重來 好的剛剛這場 我去看了一下應該打了六十幾萬 好 那現在打了我們大概總計了四百六十萬了吧 這一個是氣氈準白 我跟你說 這準白如果 是我 模擬器正常的狀態 忘記講 是準白啊好興奮啊 這個如果準白是模擬器正常狀態 這個絕對可以輕輕鬆鬆讓我達到底 我就沒有被準白殺掉過 而且我們還有這麼多卡牌 可是 可是 我必須先說可是 這隻準白 他自帶了一個很噁心的效果 就是 手機破壞著 所以 我沒有辦法 我直接開局就炸了一個寒冰 我跳不動那個 在那個刀坡 我連那個刀坡都跳不過去了 OK隊友開了很多技能 我也開了一個技能 我在 我想等 但我等不了了 我連準白都沒有辦法再P1 等他在正面的板子 我等不下去了 我只能直接先開大絕 我怕這個大絕又沒開到 又一命噗 然後到時候 殘忽就說 沒有一千萬的人 可能要請你離開家族囉 這樣子我會很害怕 所以 我們只能先開個大絕 壓壓機 然後再開個冰王罩 蹲一下 能躲多久是多久 可以炸一個冰王罩 再按一個冰王罩 綠綠的 再加紅紅的 綠綠又紅紅 就像黃綠燈一樣 好那這邊 對喔 按錯兩個小靈獸 阿彈我人飛出去了 這兩個 這是我按的小靈獸 這小靈獸沒啥用 還沒有 撞到這個準白讓他暈眩 不知道這個風精靈在這邊能夠暈眩 我沒有去實測 沒有 沒有清楚看到 這邊我看他飛出去的時候 剛好準白躲掉 所以 你看他就一個滑動 剛好躲掉了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會不會暈 可以留言告訴我一下 然後這邊水刀又一個 美麗的打框王 因為 你們知道的 這個我只想要隨便按一按 因為 根本躲不了 你不按根本沒機會 好這邊有一個 我按了一個群體火精靈 幫大家回回能量 回回能量 因為我的能量沒有 所以騎士幫我自己回回能量 其他人才不關我的事 OK 那這邊撞到一個飛鏢 直接投破血流 我們看看能不能下班上班 上班 唉呀跳不起來 這個跳了第二下還是卡 卡還是卡 所以跳不起來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實測就是 到底如果只開雙大絕 基本上沒有在躲招的話 能打多少傷害在煞車 OK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這個水刀打到 但是這個王剛好切P2沒傷害 0傷害 0 OK我們打41萬 產中之產 產CC 418888 唉唷很發喔 41888 那我們這樣打完應該有500萬的傷害了吧 沒算錯的話應該是500萬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OK 那這邊他們努力的撐到8條血了 我們還有一個玩家在撐 叫小公測 加油公測 出去了嗎 結束了嗎 喔不是原來是閃退啊 又閃退了 好的那我們到了第48層 還有他沒有等我 48層是幻境首領 哇是雪獅神 哇好興奮啊 是雪獅神啊 那這個雪獅神也是以前的王 但這次好像是精英雪獅神啊 所以這個很痛苦 這個打起來 那個丟了一堆小小雪球出來 看都沒看過的東西 不是很好 不是很舒服 然後我們的隊伍的人 越來越少了 我們能知道的群體卡牌也越來越少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離開了 就少了一個人 只剩7個人 只剩7個人還蠻難打的 因為就少了一些可以用的卡牌 好那這邊高級憤怒 憤起來 又是高級憤怒 又可以痛扁這隻王 這隻王 準備被我們痛扁 OK那我們開滑 開滑這邊吃錢 絕對卡 不卡牌奇怪 一路飛進去 看到這個雪獅神怒吼 隊友丟了一個真勇氣彈鼓很真 還有人丟牛牛衝撞耶 原來有牛衝撞在這邊丟 學起來了 這邊可以丟牛牛衝撞 我沒有直接丟我的失誤 我不知道可以丟牛牛衝撞 然後這個直接先被卡爆 先被撞爆 然後再開一個猛猛罩 然後有一個隊友開 謝謝他 感謝他 這個球真的不好打 然後大絕打完了 然後再有人開了該縫 OK 然後這個水精靈再被我們超射 然後這邊看牛牛衝撞 OK 然後再丟了一個套符 有一個 欸我丟了一個套符 有一個牛牛衝撞 其實我看不懂 這邊丟了一個超級屌的 超越戰爛 OK 抓出去E8都沒拿到 但是畫面卡到不行 然後這個牛衝走了 牛衝走了 看起來沒衝出那個 紅卷的傷害 紅卷的傷害比較高 我們下班 雙方中出 中掉的剃卷 然後切了這個 一赫 不是一赫 這是什麼意思 是一赫 飛斬出來 我們切了一個飛斬出來 然後套套爆掉 然後帶了一個套套 然後我原本想看 看一下飛斬大絕招 但好像也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套套 會讓我們的能量消失 OK在這邊丟了個雪球 我很想躲 但是沒有辦法 太危險了 這個模擬器不讓我躲 好那我們就直接切這個神樂靈出來 神樂靈一個登場 然後華麗登場 那他被保護先不尻 直接回正版 就有丟了一個火球 火球術 火球術加水刀 再加一個大絕招 直接開嚕 然後我努力了 正在努力的用上下班的方式 去電雷魚弓箭 被抓到了一下 他衝過來的速度實在太突然了 我根本看到 這個操作不及啊 不是看不到啊 這畫面的FPS只有 一秒一針吧 我根本看不清楚 好那我們就打了140萬 那我們現在應該有640萬了 那準備打下一場 第49層小白董事長 是小白董事長 好興奮啊 是小白董事長 這也是第一次在身邊看中的王 那我們這邊還是剩7個人 又少了一個 又消失了一個人 那個扭牛衝刺打這個小白董事長 好像不太好用 所以下一次扭牛衝刺那些 為了要洗這個深淵傷害 我決定就是等憤怒 然後自在平面的王 像雪事神這種 或者是不太會動的王 我就給他狂丟了 或炎劍這種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在前面 直接丟掉 不然太危險 這個扭牛好像沒那麼好撞 好那我們就開衝 這個小白雪事神 小白這個 董事老闆 扭牛 我記得 我一個根本就動不到 好那這邊這個 有人開了一個肉槍 肉槍狂射 然後我這邊開了一個大絕招 馬上被吃掉 我是殺屌 抱歉 下面直接跳下來撞那個 黑洞直接消失 大絕招不見 然後這些熊貓都不能消掉 所以超級卡的情況下 真的沒有雷頓是完全躲不了的 我是有練一點點小白 然後我生氣的一出來讓扭牛 我看看扭牛能不能把他頂下來 但是聽起來看起來是頂不下來 而且牛一直在原地跑 我不知道啥意思 他不是應該前後狂奔嗎 他在原地吼叫 撞出去了 還是那是不同一張卡 這個老鷹的瘋 老鷹可以把這個鎖鏈 示威鎖鏈給他撞掉 然後我們這邊還是有一個大絕招 希望等一下這個下通靈之後可以開 還可以開 有問題 然後就真群剃火球術 所以我開了真群剃火球術 反正我現在是鬼屈狀態 我現在是滿血 還加500攻擊強 那我們這邊開了一個封刃 不是老鷹給的封刃 然後再加啊 他出了這個東東 黑洞好多黑洞 好吧結束了 那我們這禮拜就打了 只打了65萬 那我們這禮拜就這樣結束了 那我們前面的算數 剛剛算完是600萬 660萬 但其實我算錯了 加一些尾數的話 可能就變800萬 那我們答案就是 如果你只開大絕 所以我們可以打出806萬的傷害 我們下次見掰掰